我蛮讨厌国民党的说 怎样怎样 难道你要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吗 问题是你也很烂啊 不要用这句话情绪勒索我好不好 你做出成绩来嘛 做出打民进党的力道 给我们一个理由嘛 大家要比赖是不是 金补充上次也是讲这句话 难道你要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吗 不要跟我讲情绪勒索的话 大不了不要去投而已啊 那GY是什么 韩国瑜将出席全代会 侯后的进办了 副召集人谢龙介 再等韩国瑜射出穿云剑 所以你不喜欢侯友宜 但是人家谢龙介 是侯友宜的召集人 就是谢龙介和韩国瑜 都站在侯友宜那边 你会支持侯友宜的打一好不好 你让你再考虑一下的打零好不好 我们来互动一下 看一下啊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哦好像有了哦 想不想听老大的意见 个人是觉得 可以先卖一点面子给韩国瑜 然后看侯友宜怎么表现 如果没有让我们感觉到 侯友宜的改变的话 我说真的 内心只能讲一句 国民党不要再用 难道你要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啊 这句话来跟我情绪勒索 你认同我打 把他好不好 国民党 我们是看在有一些政治人物的面子 才来关注你而已 我蛮讨厌国民党的说 怎样怎样 难道你要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吗 问题是你也很烂啊 不要用这句话情绪勒索我好不好 你做出成绩来嘛 做出打民进党的力道 给我们一个理由嘛 大家要比烂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侯友宜努力要加油啊 你该化解东西去化解啊 像金补充上次也是讲这句话 难道你要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吗 不要跟我讲情绪勒索的话 大不了不要去投而已啊 那GY什么 我自己有更的想法 那我有融入你们很多留言的看法 其实有的是这样子啊 凭什么叫我们一定要去投 凭什么说 民进党让我就要投给你国民党 没有这种事情 如果有这个机会 全代会 韩国瑜毕竟也是国民党的党员 他想要出来执行他的义务 其他的啊 比如谢隆记啊 许晓星啊 中生代新生代 吃国民党这个招牌 我觉得你们就趁这个机会一起团结 那侯友宜要做出你的改变 做出你的诚意 我觉得 团结不会是一个难事了 你认同打一好不好 老大突然脱稿演出 好啦 有时候会这样子啦 这就是张妈妈有Bobby 你好 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 晚上十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